你去过的哪个国家看到的和描述的完全不一样呢 这是一位匈牙利网友在美版之乎quare上的提问 一位匿名网友立马回答道 印度 有人告诉我印度是个极其脏的地方 每个人都很穷 人们很暴力 食物也很糟糕 我是认真的 在我不得不去印度出差的前三天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但我还是去了 我发现印度可能是最美丽的国家之一 拥有最好的食物和最善良的人民 这个国家可能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国家 这让我很难过 像我朋友这样的人 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国家拥有什么 我可以继续说文化 食物 人 颜色 这与您以前经历过的完全不同 印度不是一个大贫民窟 把那个想法从你的大脑中拿出来扔掉 我建议大家去印度 还有加勒比海那样的海滩 亚马逊那样的森林 还有美丽的山脉和沙漠 紧接着网友Jaladi Kumar回答道 这篇文章肯定是印度人写的 你的写作风格说明了这一点 芬兰网友Ban The Human回答道 你200%是印度人 Sanaya Bing回答道 这太尴尬了 印度尼西亚网友Michelle Sorrell回答道 我最近去了印度 他与电影中描绘的完全不同 我原以为会看到很多贫困 但却发现了充满活力的文化 繁华的城市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人们非常友好和热情 这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 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非常不同 令人惊讶的是 当你只从一个角度看事情时 你会错过很多东西 紧接着加拿大网友Robert Ottawa回答道 这与电影中描绘的完全不同 我上次去纽约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令我惊讶的是 这些建筑都完好无损 我看的电影是 哥斯拉 英国网友Lim Johnson回答道 法国 特别是巴黎 法国人似乎下定决心 要把巴黎变成一个肮脏的非洲城市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有非洲年轻人在兜售托盘上的垃圾 而且他们很有攻击性 其中一人在我妻子拒绝从他那里买东西时 称他为BX 他已经不再像一个欧洲城市了 我希望我能坐上时光机 回到1920年或1900年的巴黎 意大利网友Nimi Krutti回答道 中国 那时我对中国的印象是 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没有能力把东西做好 中国制造的东西是劣质的代名词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我有在中国和日本制造的类似的产品 我发现日本制造的更好 当我第一次到达中国时 我乘坐了一个似乎是中国公司制造的主题 我很惊讶他居然奏效了 虽然有点不稳定 但很有效 然后在我住的酒店里 我乘坐了一部同样由一家中国公司制造的电梯 我希望我不会被控在电梯里 结果成功了 在我住的三天里 中国制造的电梯没有坏 我无意冒犯 但我对中国就是这么无知 2000年末 再次去深圳时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让我意识到 中国人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方面 是有多么的有能力 深圳有些地方还是很破旧 我住的地方是比较穷的地方 但是比较富裕的地方跟发达国家差不多 至少贫困地区 仍然比我国的一些上流地区好 他们那时候甚至已经有地铁了 这在我的国家还是很新鲜的 而且火车比巴黎和纽约先进多了 中国特别是深圳 和我后来访问的其他城市 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所以不是这个 而是我在那里看到的这个 领接着澳大利亚金融学硕士 David Arnold回复到 同样的东西在中国和日本制造 他们的售价会是一样的吗 可能不会 我一直告诉那些 相信中国制造廉价商品的人 中国制造廉价商品 是因为世界需要廉价商品 离止支付花生的价格 却想要Prada的质量 贪婪还是脑子 David网友Aloque回复到 没错 事实上如果你先去中国 然后再去美国 美国的基础设施会显得落后很多 马来西亚网友Auye回答到 韩国 不得不说 自从2012年在当地的电视台 观看了一些韩国电视剧之后 我就迷上了这个国家 我记得看过冬季练歌时 我是如何被纳美岛的纯粹美景 公园和流经首尔市的清澈河流 所迷住的 这些促使我下定决心去韩国旅游 当我登上从机场到酒店的巴士时 我开始感觉到这次访问 不会像我预期的那样壮观 在从仁川到龙山的55分钟的路程中 我看到的不是在冬季练歌中 经常看到的树木和公园 而是更多的建筑物包围着风景 偶尔可以看到贫瘠的山丘和岩层 剩下的行程充满了许多有趣的活动 如泡菜制作课程 韩国流行音乐会 参观甲足球球衣车间 雄针商店等 这些都还好 但让我想去那里的东西仍然看不到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太天真了 以为一个地方就像电视剧或图片 所描述的那样美丽 因为它们并不能代表全貌 泰国网友 回答道 法国 巴黎 这是我所期望的 这就是我遇到的 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巴黎综合症了 紧接着法国网友Jerry的朱林 回怼道 这是泰国的垃圾 泰国网友阿索立马回复道 是的 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好了 那你认同这些外国网友的回答吗 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